歡迎收看 參與見面的 我是米蘿 我是可憐 之所謂我這個 我優頭坐優主 你的辛苦比全是你的完親債主 還這麼慘嗎 這真的很慘耶 就明明這個人你就是不喜歡 可是就跟他牽扯不親 對啊 有時候你明明有從我 幼稚園就覺得討厭這個人 偏偏他幼稚園 國小 國中都跟你同班 那你就算了 高中終於離開他 大學又碰在一起 對啊 真的會這樣耶 像我們自己有一些經驗啦 就是說明明這個男人就是很差勁 可是每個人都告訴他 他不好 可是你就是離不開他 對啊 像有女生他條件非常好 又漂亮又溫柔 可是他偏偏就喜歡上個男生 他吃喝嫖毒 然後回家抱歉地打他 常常人家都說這句 瞎了狗眼 太少了 對 冤親在主 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 就是我們冤親在主感情片 是 對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探討 有多少 你身邊有多少冤親在主 有多少不可思議的事情 如果遇到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化解呢 對 好 首先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來 第一位 我們的張靜棠 張老師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資深記者 安妮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 我們的資深演員 藝術寬 藝姐 還有你 還有我的偶像 林玲大師 林玲大師 還有我們的開運專家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 一選法師 好 林玲老師 你好 這邊有這麼多的老師 大師在現場 對 所以我們的觀眾朋友有福了 你有福了 你有福了 首先呢 最近啊 弄到這樣的事件 弄得非常大 就是陳冠希 她這個玉照外流事件 哦 玉照是剛洗完澡出來的照片 你是說那個嗎 不是那個啦 沒有啦 我知道啦 對啊 而且現在就越來越多女明星 錢扯的人越來越多了 對 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我們這個優質的節目 我們是不討論八卦的 非常的討厭 只是稍微關心一下 一點點 趕快問一下安妮 要想世界發展怎麼樣 不討論台灣 那我要回去了 現在就是 大家都知道 從過年前開始嘛 就陸陸續續在網路上發現 就是疑似這個女明星的裸照 對 剛開始大家都以為是移花 就是移花接木 街頭的 後來就有經過比對 就發現這些都是真的 那源頭是來自哪裡 就是陳冠希 她把她的歷任女友 每一任女友都 曝光了放在床上 然後拍得一乾二清這樣 所以說現在目前 已經知道的 大概有1300多張 她拍照的有1300 流出來的大概有500多張 目前 那我們知道就是 其中牽扯到幾個有名的明星 那台灣觀眾最熟悉 可能就是張博之 那張博之 那張博之個人就有一百多張 那我想 很多觀眾可能在網路上 都已經看過 就是照片照得還蠻 蠻多類型的 然後也蠻露骨的 對 那現在就是鬧到最近的發展 就是張博之 據說啦 因為在很多就是好事者 比對照片之後呢 就把它整理出來 說它是哪一年 哪一年 哪一年照下來的 那據說呢 因為有在她跟謝霆峰交往之後 再發生 跟陳萬希發生關係的照片這樣 所以據說就是她 當然這個都是揣測啦 因為張博之跟那個 謝霆峰兩個人 現在並沒有出來面對媒體 那很多的記者就講說 據朋友說啦 或是什麼傳聞 就說兩個人吵得很厲害 那今天最新的報導是說 這個張博之好像在鬧自殺這樣子 對 就鬧得還蠻難看的 你覺得那個謝霆峰跟張博之 對上婚姻還保得住嗎 大部分人的預料其實 因為有別的你知道 報上都有那個 各家老師的預料 好像沒有一個人看好他們 會不就是會持續的 大部分人的說法 大概都是會離婚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看 我自己的看法大概 我覺得婚姻要保持 恐怕是有點困難 因為如果你有看過 我們上三部的照片 你就知道 我覺得作為另外一半 就看到自己的老婆 真的是四陽八叉 只能這樣形容 就是照到非常的清楚 包括第四點都看得到 我覺得真的是有一點 幹嘛 你現在講回家看了嗎 不是 你在跟我說你沒看過 我講真的我到現在沒看到 對 我也沒看過 我是說張博之 我沒看過 對啊 就是 因為拍得非常的露骨 那我覺得這個勢必會引起 很大的紛爭 那再加上他們 其實張博之本來是 是已經 他情路也很坎坷啊 之前談戀愛談的這樣 跟憲情夢幾度分合嘛 最後在一起又生了小孩 可是這照片事件一出來 我想這個恐怕爭吵是難免的 而且他這一輩子可能每次出來 都要面對同樣的問題 對啊 而且大家都看過 因為聯想就是沒的 就算別人沒那個想法 或許他自己看 接觸到別人的眼光 自己也全身不對勁 而且網友 很多網友好事者 在那個網路上 做了很多很諷刺的照片 你知道嗎 就是把那個 你有沒有看過 陳冠希跟謝霆峰兩個人合成 然後就做說 好像說 怎麼樣啊 你老婆如何啊 那種感覺 做了很多那種很 我覺得很難看的 其實對先生來講 真的是一種傷害 其實老實講 當事人來說 他並沒有什麼法律上的責任 因為他並不是被偷拍 或是他沒有犯法 他們是在兩情相悅的狀況下 拍這些照片 只是因為電腦送修 那不道德的工程師把他流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對張博士 其實也不是很公平啦 老實講 那以你的觀點來看 你覺得陳冠希跟張博士 到底誰是誰的爛桃花 還是誰是誰的爛巴辣 我覺得就現在看起來的話 應該陳冠希是張博士的爛桃花 因為好歹張博士都已經結婚了 你知道嗎 小孩都生了 那本來看起來是幸福美滿 兩個還手牽手地接受採訪啊 什麼的 那突然間爆出這件事情 而且可能是之前的成年舊長 所以你說陳冠希是不是 是一個爛桃花 看起來是滿爛的 真的喔 這個影響真的很大 所以這個大家 這次大家要好好想一下 我覺得現在科技非常的發達 很多人很多像以前大家 都不知道在飛機上 是不可以講手機的 對 可是因為有一些非案的事件 都要知道不行 現在這個事情呢 讓你知道說在電腦裡 不管你有沒有刪除 它是還是有記憶在裡面 對 它還是可以叫得出來的 還有愛情不是永遠的 所以要保護自己 還好我以前都沒拍 那萬一說有一天啊 這個發生在你身上 你是謝霆峰啊 那你會怎麼樣 如果你的老婆是張博士 其實當然誰也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 而且都已經是夫妻了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分兩部分來講 如果說我的另一半 是在跟我交往之前發生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完全 你可以原諒他的 你是可以接受的 不只原諒 我會跳出來保護他 支持他 誰敢傷害他的話 我絕對跟那個人拼命 可是如果是跟我交往之後 才發生這些事情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 我可能會掉頭就走 這樣子啊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也是說他沒有辦法接受 真的 那你可以接受 接受我是張博士嗎 你講越尷尬 對 我來問一下大師啊 像陳冠希啊 他跟這些女生這樣牽扯 他們前世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因果關係 所謂就是說有六道 就是天道 阿修羅道 人道 畜生道 地獄道 畜生道 畜生道 惡鬼道 地獄道 嗯 就是說如果你要是 上輩子是天道下來的人 對 有的人 一直喜歡幫助別人 很慈祥的 嗯 要是阿修羅道 上輩子是 它是什麼事都嫉妒別人 亂發脾氣 嫉妒別人 你要是人道 就和普通人一樣 你要是畜生道 它就有那個時候 受性還在 嗯 要是惡鬼道 就見到什麼都想吃 好像我就是 上輩子是惡鬼道來的 真的嗎 真的 所以呢 誰要請我吃飯 剛剛吃完飯 哎 我又看隔壁那家更好吃 我又進去再吃 繼續吃啊 對 所以我就屬於惡鬼道 還有人屬於地獄道 地獄道 地獄道就是 這種人呢 他是時常違反社會的規範 嗯 好像以前有一個叫 陳進興 哦 他殺人 于明杰的事件 對 監獄出來 再殺人 他就是一直地獄道 出來的人 一直都違反 嗯 所以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 嗯 那個陳 陳冠希 冠希 是屬於 畜生道 不屬於 不屬於 這個天道 阿修羅道 人道 和惡鬼道 惡鬼道 所以剛才 他已經點出一個道 哦 大師父父講的 另外還有一個道 他屬於這兩道道 這樣子啊 所以他出來的表現 就是違反社會的規範 規範 嗯 而且所做的事情 讓入世的人覺得 這個人不如畜生 嗯 有這種想法 那這些女星呢 跟他有些些糾葛的 這些女生算是欠他的嗎 還是怎麼樣 不是欠他的 嗯 這些女生 仔細分析起來 分析起來 嗯 有的是 聰明反背聰明物 哦 他把陳 看作一個帥哥 或者是 有發展潛力的正人君子 嗯 那是自己的智慧問題 嗯 所以這些女生 不要說是前世的姻緣 對 他自己應該檢討自己的智慧 的決定 嗯 那我問一下子儀好了 你幫我們看一看 像就是陳冠希啊 跟張柏芝啊 他們前世是有什麼關聯嗎 你知道嗎 張柏芝的臉有點難像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嗯 嗯 那我剛剛看到的那一個畫面是 張柏芝她是 就是在主頭 嗯 然後就是還有一些女性她是 就是類似裡面的一個 等於是哥們那樣子 那陳冠希呢 就是一個大戶人家的一個太太 嗯 然後他們就是等於被押回去當山寨夫人 那樣子 哦 是有一個這樣的觀點 有一世是這樣子的 嗯 然後這一輩子等於是 因果倒著轉回來 變成這一個陳冠希 然後就是捉弄這些 所謂的山寨主啊 然後還有她這些 贏她的這些兄弟 哦 對 這樣子 我看到的是這樣 哇 就是有因果 真的耶 有 所以喔 壞事不要做 大家還是會 對 聽到沒有壞事千萬不要做 我覺得不會 大師他們出來 來看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在我們周遭 有時候會聽到說 朋友啊 發生什麼事情啊 因為冤親寨主啊 不過我們這些現場啊 我們請我們的俗寬姐 聽說妳自己本身就有那種 前世因果的一個姻緣在 而且現在這些人還在身邊 這些人都已經往生了 哦 已經往生了 對 那趕快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是什麼 對 就是大概十幾年前 我有一個男朋友 他是亞醫師 哦 亞醫師 對 然後他很奇怪 跟我交往的時候 之前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跟我交往的時候 我們在看電視 或者是去哪裡 他都會有一點反常 可是我那時候 完全沒有接觸到這個宗教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以為他好像 是不是精神上有問題 或是他有科藥 所以我就有點怕他 你知道嗎 那他的反常是 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他都會突然說 妳怎麼又來 妳離開我好不好 妳不要老跟著我 那我坐在他旁邊 我嚇一跳 我都看旁邊 旁邊沒有一張椅子 可是也沒有什麼東西 那他怎麼會對著那邊 空氣在講話 對 然後他說 我告訴妳 我就是喜歡他 妳不要出來阻止我 我想說 妳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這並不好玩 對啊 妳是在演戲嗎 嚇死了 他在考驗妳的心臟 看妳有驚訝嗎 對啊 我就說 是嚇到屁股臭 要走還不知道怎麼走 結果我就說 妳可能太累了 那妳早一點休息 我就趕快跑了 那這樣子好幾次 看電影或是什麼樣 他也是這樣在暗暗的 然後旁邊沒有 旁邊沒有座人 但是他會突然 會往後這樣看 妳又來了 就這樣子 我真的被他嚇了好幾次 然後就這樣子 中間我們就斷訓了 因為這樣而分手了 對 因為我怕 太怕了 誰都會怕 這多恐怖啊 然後就是有一次 他從新加坡 我們中間隔了很久了 對 沒有聯絡 然後他從新加坡回來 然後就 我們就到那個來來飯店 去慶祝 到POP去跳舞啊 然後跟我台南的女朋友 還有台南朋友 我們去跳舞 跳完舞她就住來來飯店 然後我們 喝完酒要休息的時候 你知道嗎 她到飯店裡面抓狂 整個人抓狂 要從來來的酒樓 這樣跳下來 要跳樓 然後我就趕快叫我女朋友說 妳趕快把我壓住她 趕快壓住她 抓住她 她說妳不要抓我 妳不要抓我 我要跟著跳樓 我真的跟她豁出去 我想跳了 她又來了 她說我就是喜歡她 我要娶她 我看妳能不能耐得了我 我說可是妳如果喜歡我的話 妳就不能跳樓 妳不能跳啊 妳要堅強給她看啊 然後她一邊抓著我 然後一邊又要往下跳 要被她自己抓下去跳啊 我朋友抓著我 然後我朋友的男朋友 也抱著她 就這樣子 就纏在一起 你知道嗎 然後就硬是 把她這樣整個人做 我們三個人做她的身體 這樣把她壓在地上 然後就趕快 壓著她說怎麼辦 妳就把她 又找那個大的浴巾啊 毛巾啊 趕快把它保住就對了 然後就一直這樣 陪到天亮好了 我就趕快在那邊 我說 關心菩薩糕來救我啊 趕快啊 怎麼處理啊 對不對 萬一從酒樓跳下來 這不是社會大的事情嗎 對 然後就這樣子分開了 然後有一次 就是 我打電話給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拿手機起來聽 我說喂 妳在哪裡啊 這麼多年 我們都沒聯絡了 她說妳問我媽 妳問我媽 我說妳直接告訴我就好 妳幹嘛 叫我問妳媽 然後一打來的時候 我就說 好啦 好啦 掛斷 電話掛斷 隔天醒來的時候 我媽說妳昨天在跟誰講話 怎麼講那麼大聲 然後我就說 妳在跟人家吵架嗎 我說沒有啊 我昨天哪有接電話 結果隔天打電話到她家 她家說她 還是走 那她姐姐跟我講說 她是到台中去收房租 然後意外墜樓 而且在台中意外墜樓的那一件案子 也是我台中的警察的朋友去處理的 就是不曉得為什麼墜樓 但是我心裡那時候就有數了 因為她有好幾次了 那可是她往生之後呢 往生之後又常常回來找我 我在夢中 我在夢裡面 然後她跟我 就是在我面前唱歌 有時候在我身邊還幫我伴舞 就像我在做秀 她還從後面這樣子 後面舞台這樣出來 在我身邊這樣跳舞給我看 跳舞給我看 那我跳到一半 所以妳也看得到她 對 夢裡面了 夢裡好幾次 夢裡 對 夢裡看好幾次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好像我精神就不好 睡眠品質就不好 然後我就趕快去找老師 問老師看怎麼辦 老師說這樣也不行啊 那是不是請仙佛幫忙說 讓她趕快離開妳啊 對 可是她又 妳知道仙佛處理好了以後 當天晚上我又做夢了 她說妳不要離開我 妳不要離開我 我不會害妳 我要保護妳 我又怎麼樣 我都不會離開妳 她情願再下阿V地獄 她也不要 她也不離開我 然後任何仙佛來處理 妳都沒有辦法 就這樣子一直跟著我 到現在還是跟著我 到現在還是 然後後來 我在去找仙佛處理的時候 那仙佛就說 那這樣子啊 她願意當妳的 就是因兵因將來保護妳 感到好 對啊 這我們問一下 選法師喔 像你看她的往生的男朋友 跟在她身邊 可是她不是神佛啊 對她沒有影響啊 一般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神 神跟鬼的界定 就是說一個有領到玉子 一個沒有領到玉子 所謂玉子 就是玉皇大帝追風的 有祭 但是說說 完全是這個鬼魂 在跟著妳的時候 其實鬼魂本身 它有的是不會去害人的 更多的是妳的朋友 這個是說 她是妳的朋友 所以說 我們這個俗關節 妳有去透過神佛 去幫妳處理 但是注意一點 她今天是跟妳因為有債 這個債我們楊世間來看的話 有三種債 一個是叫錢債 一個叫情債 一個叫血債 出生的叫命債 妳上輩子殺了我 我這輩子一樣 就是要來給妳追她 就有這種三種債 對 她這個夢中她有告訴我 她說為什麼我不離開她 就是有一次是我是新疆公主 她是別國的那個將軍 然後我們兩個 她就是敵派的 不能在一起 那我也喜歡她 她也喜歡我 然後我們兩個就私奔 她就先殺了我 自己再自殺 所以她覺得對不起我 然後這種情在血在 還是說這種命在血在的話 這是說很簡單的 為什麼神佛 她都沒辦法去把她管動 因為妳的整個程序是錯誤的 因為第一個 她會到我們的地上王菩薩 包括我們死殿閻羅 閻羅王那個地方 去娘寺 她會跟她討 追討一個 我上輩子 因為跟她有這個緣 那我想這一輩子我來幫她 以我這一次的修為 然後我去要保護她 做她的就是因兵因兵守護神 所以只要她有這樣 這個地靈 這個俗稱叫做地靈 閻羅王給她的靈 叫做地靈 那如果妳是上輩子 妳殺了她的 就這個討名祭 如果是秦宅的話 就要討這個甘情的基靈 所以她來的時候 妳連同神明來 不可能去違背到這個 閻羅王走發出的這個指令 她為什麼這個桃花變成 因為妳注意看 我們這個七年以上的 這個七年以上的 這個七世以上的 七世以上的感情在 她就會化為朋友 然後跟在妳旁邊 這個是由誰 有在我們這個掌管 生死部的這個文判官 所掌管的 因為她已經超過七世了 就是由她在掌管 那妳在三世以內 就是由我們的月下老人 有個姻緣部 姻緣部她在掌管 那三年以內 她就會讓妳再去輪迴 去做夫妻 那如果你超過三年以後 她就會以朋友的身分出現 然後去騷擾妳 那像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陳冠希 她這個已經超過了 變成她會以朋友的身分來 然後是爛桃花 然後去騷擾她 而且妳看喔 她所有的那些 照片上的女孩子 妳們有沒有發現到 好像幾乎都有刺 紋身 妳們有沒有發現到 那這是為什麼 這是一個標記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 因為她是山寨的 所以她們也會有一點 刺龍刺青那種的 結果到這一輩子 她轉生成女孩子 可是還是會比較野性一點 然後會比較男人個性一點 如果我身上有什麼胎氣 我剛剛趕快去把雷射打掉 對啦 還慢慢彈掉 還慢慢彈掉 所以有胎氣那更要修 對 要修 對不對 好 我們接下來請教一下 張靜濤老師 就是妳曾經用那個心靈回溯 來幫助有無數的人 那妳在這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一個 比較特別的案例 沒有錯 好 首先我必須先聲明一下 我們不通靈 所以我不像其他的老師 能夠看到什麼方法 或什麼方面 可是我們卻有一個方法 叫做深層溝通 這個溝通可以引導個案 自己去看到她前世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一切的都是個案告訴我們 她自己怎麼了 我們有一個個案是一位男生 她很愛她的太太 可是就是忽然之間 她的太太就告訴她說 我們離婚吧 就這樣走了 那她非常的思念她太太 她太太走了兩年陰性前無 這過程中她從來不跟任何一個女孩子 做任何的接觸 可是她很痛苦 那我們就引導她做深層溝通 那她自己在溝通中 從她以前 她跟她太太怎麼互動 她就開始說起 然後我引導她 更早之前的時候 說著說著說著 她忽然就說出來了 我說奇怪老師 我怎麼看到 我好像不是現在的我 我說好 你去看一下 當時的你是什麼樣子 她說我怎麼看到我 好像是一個女人 而且那個時候是在福建 也就是我們抗日戰爭的時候 那她是一個日本軍人 她當時很耀武揚威 然後她說她看到一個女孩子 很乖順地主動來跟她示好 然後她因為她自己一個人在福建 她也有那個需要 她就把那個日本女孩 就得到她的保護 那後來是因為整個日軍戰敗 所以她必須回去 所以她要回去的時候 她就告訴這個 當地的這個女孩子 她跟她講說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 那那個女孩子跟她講說 不 我不能跟你回去 因為我是中國人 我如果跟你回去的話 我在日本不被認同 那我在這裡等你 等你回到日本都整頓好了 你再回來接我 她也同意了 那同意了 結果她就坐船出去了 結果坐船出去以後 她的畫面一轉 她就看到這個 這個當地的這個女孩子 因為日本軍一走 結果她在福建 並沒有得到好日子過 因為所有的福建 當地的人都罵她說 妳是漢奸 她以前跟日本人在一起 跟日本人在一起 所以她過的日子很痛苦很痛苦 那結果過的日子很痛苦以後 她就一直在想 為什麼我的先生沒有來接我 結果後來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她說 那妳為什麼沒有來接她呢 去看一下發生什麼事 結果她就說 老師我怎麼看到我好像在坐船 就是她當時要回日本去 然後她就說 老師不得了了 我才一出去 我的船就整個被魚雷炸成了 所以她根本就沒有回到日本去 她就死在海上了 對 所以她根本也沒辦法 來接這個女孩子回去 所以當時這個女孩子 就一直孤苦伶仃地就死在福建 那我請她去看一下說 妳去看一下 這個女孩子是妳認識當今的什麼人嗎 她看了眼淚就流下來了 她說老師 她就是我今生的太太 那所以她眼淚一直流 我說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妳願意或者妳有什麼話想跟妳的太太說嗎 那我就引導她跟當時的那個女孩子做對話 她就告訴當時那個女孩子說 其實不是我不想回來 妳看到了 我就是一出海就死在那裡 所以不是我父親 那她也跟當時的這個女孩子一直忏悔 一直忏悔 結果當時的女孩子本來是很憤怒的 然後後來就慢慢地整個心情回吻下來 當整個心情一回吻下來 那個女孩子就跟她講 我現在知道妳為什麼不來接我了 那我也原諒妳了 那結果原諒了以後 然後這一段恩怨一化解 我們回到當下來 對 她跟我講說老師 這真的還假的 我說真的假的 是妳自己看到告訴我的 妳怎麼來問我呢 她說可是太離譜了吧 我說妳相信妳自己看到的 對 因為妳所發生的這一切的東西 都記錄在妳的阿賴耶士裡面 我只是引導妳 跟妳自己的阿賴耶士對話而已 所以妳相信妳看到的 妳靜待佳音 結果很奇妙的喔 第二天她很興奮地打來 老師妳知道嗎 我已經兩年沒有跟我太太講話了 我說那怎樣 她說可是昨天晚上她竟然打電話給我 我說妳最近好嗎 那我就跟她講 如果是這樣我就祝福妳了 結果半年後 我在打電話問她說 現在怎麼樣 她很開心地告訴我 老師妳知道嗎 我太太已經回來跟我住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奇妙的事件 就是說妳看前世的恩怨 竟然就影響到我們今生的這一切 那就是我們在講的前世因果 她今生的太太會這樣子不告而別 就是她在怨恨她的潛意識 在怨恨她的先生 妳當時為什麼不告而別 而沒有來接我 我一直在等妳 我今生要妳去體驗那種苦苦的等 等待的感覺 那種感覺 老師但我有一個疑問 像那種前世這樣的事情 它應該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因為已經發生了嘛 為什麼在回收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去改變呢 我們的人生累世就是一件一件的事件 累積而成 快樂的事件是讓我們快樂的力量 痛苦的事件是讓我們痛苦的力量 那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既定已經發生過的事件 可是卻可以引導個案 藉由溝通她自己看到前世發生了什麼事 把那個怨恨的力量藉由他們自己的對話 把那個怨恨的力量化解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因果 可是我們卻可以協助 要聽清楚是協助 不是我們去干涉 協助他們自己去把那個力量化解掉 當那個力量一化解掉了 就簡單來講 假設今生有人打了我一個巴掌 他就走了 那我一定很生氣 我一定會想辦法去找他 打他一個巴掌 這就叫做因果 對 可是如果有一天 他忽然跑來跟我講說 對不起 我那天真的是不應該 是我一時憤怒 你是不是能夠原諒我 而且他的態度很真誠 那我如果接受他的道歉 我如果說好 那就算了 請問我還會想打他嗎 不會 所以事件沒變 可是力量化解了 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你覺得很有道理 沒錯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 我又做錯什麼事 你說過 少喝酒對不對 你常常在後面追你老婆 你老婆 我就不會 有時候回想起來覺得還滿可愛的 對 好 我來問一下易璇法師好了 我們常常都在講說 孽緣啊 就是可能你很死人的 冤什麼 冤親債主 來跟你討責啊 那這些冤親債主 到底是怎麼樣來的 其實我們所講的都跟張老師所講的 會比較差不多 就是說 勇於認錯 你只要你做錯的事情 你上輩子 你不知道你做錯什麼事情 你勇於認錯 神明都會救你 但是你死性不改 永遠都是佛家救你也沒有用 今天你去拐人家的女孩子 還是拐人家的老婆 還是你去拐人家的先生 可是你後來又過了兩三次 你真心去懺悔的時候 你把這一科的題目把它考過了 你下一次你就不用再來考這個題目 對 是這樣子的來的 這樣子 所以如果很多像觀眾朋友啊 包括我自己 我們如果遇到這樣的事情 怎麼去繼續 其實我們來看的話 爛陶蛙沙它有分為幾種 就是說它剛開始形成 就是它會有陶蛙域 像我們這個李羅大哥 陶蛙域很強嗎 陶蛙域很強嗎 陶蛙域很強 但是你沒有去注意它的時候 這個陶蛙域會變成為陶蛙沙 它就有沙氣 就會給你耍到 就是不是浮了 是禍了 然後你再沒有去處理它的時候 就變成為陶蛙結 那這個結就帶去 輕則破產 重則就傷及 那陶蛙結就會變成是雪光 那這個陶蛙又如何而來呢 就雖然是讓你命中 會有這些冤親在就沒有錯 但是它有分為五種 第一個是我們所謂的石陶蛙 日陶蛙 還有一個就是周陶蛙 跟季陶蛙 跟年陶蛙 石是哪個石啊 時間的石 時間的石啊 比方說我們苗姐 比方說我要坐車到高雄去 在火車上在高鐵上 坐在我隔壁的這個男生 長得也不錯嘛 就跟他搭訕搭一搭 就是一個所謂的石陶蛙 可能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但是你如果講兩個人 滿滿談得開的 以後回去 可能就是繼續會再發展 繼續聯絡 對會再發展下去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的日陶蛙 日陶蛙是如何而來 就是比方說我到哪個地方去旅遊 那一天兩天 他剛好住在我隔壁床 他是住在我隔壁房間 兩個人談得滿來的 日陶蛙就產生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周陶蛙 比方說我們的李羅大哥 出國去了 出國去了 出國一個禮拜 驗譽了 很漂亮的女生走過來跟你搭訕 那一搭訕就是五天一個禮拜 那就是所謂的周桃花 那回來就會慢慢會升級 升級為季桃花 季桃花就是三個月了 那到了季桃花就非常難處理 因為他會隨時會升級為年桃花 他會很緊張 對 可不好講中了 沒有啦 我也 不要害我 我老婆每天都看這節目 可是這預念也真的很重要 像張老師講的 張老師剛剛有講到一個就是 你只要放下那個念頭 很多事情就會迎刃了 而且很多人不懂得 讓自己快樂起來 所以就是那個念頭很重要 所以放下很重要 對 其實放下真的很重要 像我以前 我現在講個實例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認識一個女孩子 然後我很喜歡 演藝圈的嘛 對 對 對 演藝圈的 然後後來我很喜歡 很喜歡她 後來真的愛了死就活來了 可是後來我發現 那些女孩子從哪裡來變 原來她 真的 那個是超級大崩潰 對 我從那個時候後來 我心裡很恨很細 而且我還抓到他們在 你知道那種受傷程度 我突然間我就每天就是 我不管吃什麼就拉什麼 然後整個荷爾蒙失調 滿臉豆子這樣 就是狂瘦 我瘦了十幾公斤 然後每天就是吃個克補 然後雞精這樣 要不要我不知道 每天就在恍惚惚惚惚惚 然後是克補 不然人家以為你克藥 不會 你狂瘦嘛 真的耶 瘦了十幾公斤 然後就這樣每天 這樣恍惚惚惚惚 然後後來就是 我去請教神明 神明然後也沒有講什麼 然後後來不知道是 無意間被一個誰哪個朋友 就是我還是每天 就這樣子婚惚 醉生夢死 他跟我講說 那你怎麼不想說 如果是你以前欠人家的 對 對 突然間那個觀念給我說 對 說不定我以前 譬如說上輩子 還什麼時候 我是曾經怎麼樣害過人家 對 所以我受到這種問題是應該的 我想也對 還完就算 後來我就真的只把它 一笑之之就過去了 過去之後我身體 就慢慢就好了 而且娶到這麼好的老婆 重點 今天就講個重點 老婆妳這樣好 好 我們來問是 蘇冠姐 聽說妳有處理過 一個非常特殊的案子 對 這個案子很奇怪 它是我大概十幾年前 我在台北市 我有開酒店的公關 而且這個公關呢 她以前是藝術學校的 就是藝專的女大學生 然後很高挑 一百七十幾公分 然後身材也瘦瘦的 然後連帶也是 而但臉很漂亮 那時候很清純 人家客人找她出去 她都不出去的 可是後來就是 就因為我那個店 已經沒有在做了 那這十幾年也失去聯絡 完全失去聯絡 然後有一次在街上碰到她 我不認得她 完全不認得她 但是她叫我 叫我以後我嚇一跳 你知道嗎 我說妳是誰啊 她自己介紹說 我是Elleen 我是之前在妳酒店做公關的 然後她說 一下子就說抱著我 你知道嗎 在大馬路抱著我 快謝救我 救我 我說妳怎麼了 妳吃藥嗎 她就叫我 然後就約我到飯店 我說妳找我到飯店幹嘛 妳到我家好了 妳叫我到飯店幹嘛 她說妳家安全嗎 我說沒關係啊 妳什麼事情 我們家有生活在 那妳到什麼事情 到我們家談 然後她去 就一進我家 不進去 不進我家 然後就在那邊掙扎 在外面跟抓狂一樣 然後那個電梯就一直萌撞 那我怕鄰居會認為說 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然後沒辦法 我就請我說 觀音菩薩趕快幫我 讓我有那個力量 把她拖到我家裡去 然後她就這麼 一直不進我家 然後我就 硬把她拉到我家去 那個力量就是這樣 一把把她抓了 就這樣 叫我媽說把門打開 就從外面把她推到我家去 然後她就跌倒了 跌在地上 然後把她抓起來 我說妳到底怎麼了 她說安姐我要想死 然後看我的手 她把手這樣一撩起來 又是割完 然後又是那種燙傷的 煙巴 煙巴自己燙的 她說我實在這幾年 我都受不了了 我精神快崩潰 而且我也自殺了好幾次 都死不了 我說妳到底怎麼了 她說妳知道嗎 她就從包包裡面 就拿了一排的那個名字 大概好多的 曾經跟她發生過 關係男人的名字 她都記下來 她都記下來 她說這些都是我的男朋友 我說那妳這些幹嘛 她幾歲 那個男的幾歲 然後跟幾個人 然後這十幾年 她跟大概要 也不輸給陳冠希 反正一兩百個有 那她幹嘛要記錄的原因是什麼 我說那妳為什麼感情 會弄得這麼複雜 她說很奇怪 每交一個男朋友 我就覺得這個男朋友 不是我理想的 我條件那麼好 然後就想這個想這個 要不然就挑那個選那個 然後就好吧 就試試看嘛 就這樣在一起 一夜情也好 或是跟這個再搞看看 可能她會對我好 可是她說 條件差的她都蠻喜歡的 條件好的 對她好的 就是對她捧在手掌心的 她非常討厭 她就很尷尬很矛盾 所以她就一直沒有辦法說 捧在手掌心 這邊被打打了之後 就跑去找那個對她好的 都給她呼呼的 又幫她療傷 完了以後她又回去找那一個 就一個一個這樣子 好像在跳那個 那個 洗三溫暖 洗三溫暖一樣 就一階這樣跳來跳去 然後這中間就 這幾年 十幾年她都交了大概 一兩百個 跟這個一兩百個人在一起 後來她說 後來我說 這樣也不行喔 我說妳這樣子 可能有一天妳也會 會掛掉雪光這麼多次了 可能再來會要命 因為我看妳整個臉那種感覺 都已經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漂亮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好吧 那我就請先佛做主 然後我就問問看到底是 才跟她講而已喔 我就發現有一個男生 就在家門口 沒有進來 就在那邊虧 在那邊看看 我就覺得那個 信怎麼 怎麼會在那裡虧 然後我信在想說 我說進來 我說沒關係 請說讓妳進來放行 進來台 妳是不是找她的 然後那個男人說 對 我就是跟她 跟好幾次 而且我說妳長得那麼帥 而且條件那麼好 但是看起來人很忠厚 然後我就說 那妳是跟她的嗎 她說對 我就是跟她 我說那妳為什麼要找她 對 她說 我說 她說她是她的男朋友 就是學生時代的男朋友 然後就因為她誤會了 她跟她的學妹有關係 就離開她 但是她怎麼樣 跟她解釋她都不聽 然後她就去採取報復 就交著她的學長 然後她就心情不好 然後去撞橋墩 自殺 開車去撞橋墩 她說我死都要跟著妳 一樣的 然後就這個女的 在怎麼樣感情上 碰到誰都不會很圓滿 所以這女的 女的是這樣子 因為有這個男的 一直跟著她 但是那女的說 不是不是 我是因為好幾次 大概夢了大概十次有一個夢 就是說 她一直夢同樣的夢 就是說這兩三年內 她一直在那個 就是像我們大陸啊 以前她是那種清大的學生 清大的學生穿旗袍 然後綁兩個鏈子 然後身邊有一個男生 就梳得像李羅這種頭 油油的頭 然後穿著吊帶 吊帶褲 然後她說要回家鄉去 然後她就兩個人 就很傷感走在那個火車站 然後就在那邊講說 妳一定要回來找我 那那男的說 我一定會回來娶妳 我回去跟我父母親抱貝 然後我回來娶妳 她說好 那就走走走 然後火車進站了 那個女的突然就 咚 跳下去 沒鬼 然後跳下去就 火車輾過去了 對 她說她一直夢到這個 可是夢到這個 火車過了之後 她不是已經掛了嗎 對 怎麼又夢到說 她又跟那個男的 坐在那個火車上 然後兩個人這樣靠著 她靠在那個男的身邊 一直重複這一個夢 所以她都快瘋了 你知道嗎 她每次 她說 她跟男孩子在 在就是說 做那種事情的時候 然後這兩個男生都會出現在她面前 她看得到了 她就有感覺 有感覺 有感覺 對 她是感覺 我說很奇怪 只要跟有老婆的 就夢到那個男生 那如果說沒有老婆 純粹是一夜情的那種客人 買她時段的客人 就會看到那個男生出現 那個男的看兩百個耶 她 對 妳在想嗎 對 對啊 所以 所以就是 就這兩個人就出來這樣講 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 她的感情是這麼地複雜 後來問一問就是 這個女生就是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就是她跳的那個女生 我說 我自己也搞得很亂 對耶 為什麼 人都變相反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講一講以後她說 我並不是說 我真的回去跟我媽媽講 即使她反對我也回來接妳 她想說不可能 因為我的家境是這樣 你們家境又是少爺 所以她就跳了 怎麼可能 她說那我先走了 我等妳 就這樣下去 因為她也曾經接到她媽媽給的信 她兒子回去就要結婚了 然後這男的不知道 這男的不曉得 這女生已經接到這一幅信了 所以她看了那個信 她也沒跟這個男的講 她想說妳是派我 才沒告訴我妳是要回去結婚的 那後來怎麼辦 那就講啊 出來講 協調 協調 就是協調 然後講一講 那女孩子也跪在那邊跟她們但錯 所以我這樣子 就是說 我是個女生 但是我女孩子 曾姐是很重要的 我說我這樣子跟那麼多男人 我錯了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搞不清楚這種狀況 但是我的記憶裡面就是有恨 對男人有恨 所以我要玩男人 那講一講 那就是說 這個男的也是誤解 她跟她的學妹 然後女的也說 原來是誤解 那那個清大的 北大的那個女生也是一樣 她說那不是我願意 是我父母做主的 所以也不是我願意 但是我回去 我不結婚 我就是離家了 我也要跟你私奔 所以後來講清楚了 只是這個男的沒有講 就化解了 對 然後講清楚之後 這女的 她說 那妳會不會再傷害妳自己 會不會再傷害妳自己 那兩個男的喔 她說我不會 然後我現在要開始跟著潘姐 走這種修行路 那就是說回 就是說回向 回向給妳了 然後談完了之後 現在這個女生 她還是嫁給建築師 所以還是嫁了嗎 還是嫁給建築師 就比較好 好沉重喔 我們來聊一點開心的 也不是開心的啦 有開心的 有趣的 這可能妳有這樣的一個 同樣的盡頭啦 是嗎 我們張青棠老師呢 聽說妳有處理過一個案例 叫做刑防恐懼症啊 是嗎 好好聽聽看 我曾經處理過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 今年也不過才20出頭而已 真的20出頭喔 今年是24 那她當時來給我做是兩年前 也就是22 那她來的時候是一副 能長得是很漂亮啦 可是就是一副很害羞的樣子 羞於其口 我說那妳到底來找我有什麼事呢 她說老師妳知道嗎 我有一個很嚴重的困擾 就是我到現在為止 我已經交往過十幾個男朋友 那我現在這個男朋友是第19個男朋友 那我說很好啊 妳都還沒有結婚啊 妳多交往幾個都很正常啊 她說老師妳不了解呢 問題是在這裡耶 每一個男朋友都很熱心地追求我 可是只要一跟我上床 一天就跟我說再見 一個一個都是這樣 所以她說她現在這個男朋友 她很害怕跟她上床 一怕上床就沒力了 對 因為她覺得現在這個男朋友 是一個很棒的男孩子 萬一如果再跟她上床 又不見了怎麼辦 對 所以她就找我說 能不能幫她做深層溝通 看看到底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就引導她 就引導她 那一進去溝通以後 她就告訴我說 老師我昨天跟我的男朋友在哪裡 然後做了什麼事 很正常啊 沒有上床 因為她很害怕 然後我說好 離開這個時間點 再往更早呢 她又說她又跟那個男朋友 就是這個男朋友 又怎樣又怎樣 也是很正常 我說好 那妳離開這個時間點 妳再去看 那更早之前還有什麼事 她看了一下就 臉上就紅起來了 她說老師不好意思耶 我說沒關係啊 妳說啊 有什麼不好意思 我說老師我怎麼看到 我好像在一張大床上面 然後我說好妳去看一下 那張床是什麼樣子 周遭有什麼情形 我說老師那床好像不是現代的床 是古代的床 然後那個周遭都是古代的那個擺設 對 我說好那妳去看一下 妳在床上幹什麼 她笑了一下 老師能說嗎 我說沒關係妳儘管說 我說老師我在床上跟一個男人在做愛 我說好那那個人是誰呢 老師不可能耶 我說怎麼不可能 他說那個人是我今生的男朋友耶 就是第十九個 就是現在的這個 可是實際上這一個 他現在還沒跟他做什麼 跟那個做愛過嘛 我說好那妳去看一下當時發生什麼事 他說老師 他就開始就侃侃而談 他說老師我跟他做愛做得很激烈 而且老師奇怪耶 我怎麼感到旁邊有一堆人在看耶 我說妳去看一下有一堆人 是什麼樣的人在看 我說我看不到 我就知道那個暗暗的好像有一堆人在看 我說那妳覺得這一堆人在看對妳有什麼影響 沒有啊 那他們看就歸他們看啊 我還是繼續跟我男朋友做愛啊 然後呢我說做完了愛以後 就在床上睡覺休息 我說然後呢 他說忽然間老師 我看到有一個白髮婆婆走過來 我說好妳去看一下 那個白髮婆婆走過來 她有什麼事要說 他說沒有啊 那個白髮婆婆拿著拐杖走到我面前 咚 妳又在做那種事嗎 妳會後悔嗎 說完就找了 我說那妳當時心中有什麼想法 她這麼講 她講她的 我管她 我說好 然後我們繼續看 然後呢 老師 不好意思呢 我說怎麼又不好意思 她說 我又在做愛 我說好 那旁邊呢 還是那些人在偷看啊 我說好 那妳去 這次妳照我的指令 妳去看一下 那些人是誰 她看妳說 老師我知道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說怎樣 我那個第一任的男朋友 就在那裡喔 我說好 那還有呢 那個第二任也在耶 第三任 她說不出來了 眼淚就一直流了 老師 原來我前面十八任的男朋友都在那裡 我說好 那妳去看一下 還有多少人在那裡 老師 還有二十幾個耶 哇 她大哭喔 還有二十幾個還在那裡喔 那這樣算起來大概就四十幾個了 十八個加二十幾個就四十幾個了 我說好 妳去看一下為什麼這些人 會到今生來跟你報仗一個又一個 她畫面一轉 她就看到她在床上跟那個 第十九任的男朋友在作案的話 然後她正很盡興的時候 她忽然間想到 那些不是有一堆人在偷看嗎 對啊 然後她就動了一個念頭 怎麼樣 妳們這些人看得到吃不到啊 有本事妳們來啊 當她說了這一句話 我請她再重複這一句話 有本事妳們來啊 再重複 有本事妳們來啊 她眼淚一直流 老師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她終於明白 這十幾個男人 為什麼來了跟她做愛以後就走了 就走了 因為她動了那個念 我們經典裡面不是有說過一句話嗎 起心動念無一不失業嘛 她動了那個念 有本事妳們來啊 結果人家真的來了 結果她說了我不要 我不要的時候 她就聽到說 老師 怎麼這些人 很生氣的在那邊 對著我吼 我說好妳去看一下 他們在講什麼 她說老師 他們很生氣的說 妳叫我來 我就來了 我們現在來了 妳說不要就不要 有這麼簡單 那她說老師怎麼辦 我說很簡單 解鈴還是需要細鈴人嘛 妳當時發了念 現在人家來了 妳覺得妳對那個念 妳有什麼想法 她說那我不要 我錯了 我不該這麼做 我說好 既然妳看到了 妳也知道不該這麼做 妳願意跟他們懺悔嗎 她說願意 所以她就在那邊一直懺悔 一直懺悔 一直懺悔 剛開始這些人很憤怒 不願意 不願意 還是不願意 經過這樣的懺悔 二三十分鐘 她真的跪在地上 眼淚一直流 一直懺悔 一直懺悔 最後終於聽到有人講 蛤啦 看到妳這麼 真狠 原諒妳 然後就一個一個 就原諒 當一個一個原諒的時候 我就問這些人 妳真的接受 她的懺悔嗎 他們說是的 我們接受 那我再問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接受 妳可以原諒她嗎 結果這些人講 原諒可以 可是如果她在亂動念 我們下次就不老她 說完了這樣以後 我這個個案也跟他們保證 我絕對不會再亂動念 那這些人才在光中一一的走 一個一個的離開 一個一個的離開 所以當這些人離開了以後 然後結束了這樣的 跟那些人對話 接著下來就要開始跟她的 19號 19號的男朋友對話了 她就跟她講 很抱歉 我當時是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那她這個男孩子 也跟她講 我終於也明白 不是妳的錯 其實我也有錯 她說 當時這些人 其實是哥們 她的哥們 對 不然怎麼容許她們在那裡 旁邊看 所以我不怪妳 我自己也有錯 所以她們兩個就相互懺悔 互相地化解這段恩怨 原諒了以後 結束溝通 半年後我打電話給她了 她是很興奮地告訴我 我說現在的男朋友怎麼樣了 她好高興地告訴我說 老師她跟我求婚了 當然就是一定有進一步了 她說老師她跟我求婚了 我說好 那這樣子很恭喜妳 我說可是老師 我才22歲 我現在就要結婚了 是不是太早了一點 我說妳當時不是害怕 人家不要妳嗎 妳現在人家跟你求婚了 妳怎麼又開始變這樣 她說對老師 可是現在怎麼辦 我說跟她講其實很簡單 妳可以先訂婚 那訂婚以後 妳們再看多久以後再結婚 再結婚 這不是很好嗎 如果你真的珍惜這個姻緣的話 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嗎 她就很高興地接受這樣的一個方法 所以她在起心動念 或者一言一行 真的要三思而後行 對 不要有那種比較不好的念頭 害了她自己 不要每次都看我 我們來問一下子儀老師 妳在處理過 事實上妳處理過很多感情案件 有沒有感情上面 有那種真正冤親債主的例子 其實是發生在男頭的一個案例 她媽媽呢 到現在只有她一個女兒 但是早期在她生的時候 她們是雙包裝 就是兩個女生 可是呢就是一個活下來 然後一個就沒了 OK 那這個女生呢也很乖 然後也很幫媽媽做事 那些都有 可是感情路就一直很不順 後來就是認識了一個 也是跟她們一樣就是奏纏了就對了 然後認識這個男的 這男的很優秀 就是也很疼媽媽 她很怪 不知道為什麼她看到她就討厭 然後看到她就覺得想發脾氣什麼的 那講真的她從來就是 介紹過很多相親也好 朋友介紹也好 就好像都攀不上感情這種路 那一直到這個男的 她終於有點喜歡 也覺得可以接受的時候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就不想嫁她 那她媽媽就很急 因為她就只有一個女兒 而且她就是因為生了這一個 這一對小孩子之後 因為那個子宮有問題 然後就不能再生了 然後她就很著急 而且她們也希望就是她的女兒 就是生了第一個小孩 就是生了第一個小孩 也能再回來幫她們 繼承她們的祥火 好了她就去問廟 那時候我們師父就在南童那邊 就是有服務的地方 然後就去問 結果呢 就是發現了一件事 我們用觀寧的方式下去看的 你知道嗎 原來跟她 就是跟她一起出生的這個姐姐 在前一輩子 也是嫁同一個老公 就是姐妹兩個 嫁同一個老公 然後當大小房 那這個老公呢 就是她現在認識的這個男生 可是當初她們姐妹倆講到 對 因為她們兩個感情很要好 對 就是要同老公 然後就是不能 同生也要同死就對了 講好了 結果好了 這一輩子因為就是 雙胞胎一個先掛 對 結果就沒有辦法同生死 對 然後但是很怪 她生病也不會死掉 就是小毛病一堆 對 那後來呢 用了什麼方式才解決 她們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用 把她姐姐也取進門 然後姐姐當大房 結果她生病也好了 然後她一次生雙胞胎 是兩個都男生 然後等於是 一個繼承這邊的 一個繼承那邊的 對 那這次圓滿 好玄喔 很好的 對 像淑寬姐也有一個案例 就是前世的一些詛咒 但是今生瘦的 這樣的一個案例是不是 這個案例 它本身是修行的詩解 它本身是修行詩解 然後 因為有一天自己 我們在聊天 她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再走修行路 我自己都快瘋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真的好像做錯了一件事情 因為我一直 剛開始在羞恥的時候 我覺得 師兄師兄這樣稱呼 沒事嘛 可是為什麼 有一天就碰到了 就是人家來求她的 就是說 夫妻不孕 有一對夫妻 她不孕 然後來請這個師姐說 看怎麼樣處理 然後這個師姐就 就是說幫她處理 人家說換花啦 然後做了一些法術 然後 這個過程中間 就是她老婆也去 什麼人工受孕啊 然後做那種治療 那個療程 開始在走了 然後她就說 有可能會懷孕喔 然後就這樣 可是這麼久了 一兩年都沒有 都沒有懷孕 她沒有懷孕 那來 那就聊天泡茶 然後就關心啊 怎麼樣 沒關係不要急 怎麼樣 那一直要一聊 到後來這個老公 跟這個師姐在一起 看 這個師姐 而且呢 這個師姐大這個老 人家的老公 大概十三歲 有一天 完蛋了 他說 他跟那個男的 有小孩 他懷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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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老婆沒懷孕 怎麼辦 他老婆沒懷孕了 怎麼會懷到師姐這一邊 然後師姐懷孕了 然後他就跟這個男的 講這男的說 那就騙我老婆說 他去就是借父生子 他說可是這樣講不過去 那老婆已經在做這個 不孕症治療了 對 對不對 你怎麼那麼急 再急也要等到說 真正確定說 確定老婆是沒有辦法的 沒辦法 再怎麼去也不會接那個師姐 對啊 所以很難去交代 對 後來就兩個人正在頭痛 你知道嗎 然後這男的就有點 師姐就一直跟他講 我現在有兒子 要怎麼辦 然後那個男的就開始很煩 你知道嗎 然後就開始 兩個人就中間就開始有爭執了 然後就那男的就 就推他 那師姐坐到地上突然 就是那一幕出現了 他說 我曾經夢過 我的床 我這樣坐起來 一樣是被 被踹 然後坐起來的時候 然後那小孩子掉在地上 掉在地上 掉在他床邊邊 然後 他說這個好像曾經有過 那有過沒有關係 結果這個師姐她怎麼樣 她早產 那個懷的小孩早產 然後生出來的那個小寶寶 是六個月 五、六個月 然後是透明的 就看到肚子裡面的層次 那小孩子生出來是像那種 這有辦法存活嗎 像動物 沒有 那小孩子夭折 就 他自己生在他的那個床 他沒有去醫院 他自己生在床邊邊 然後那小孩子掉在地上 他說他曾經有看過這個景象 然後 他又看這個景象再抬起頭來看 就是這個男生 就是這個男生 也是同樣的方式 踩他的肚子 然後 他的小孩就流踩 流踩沒多久 然後生出來的小孩就是 就像那種 像那種人家的貓、狗 生出來的那種樣子 小小的 然後QQ這樣 還看到裡面 肚子裡面的蚊子 然後他就說怎麼辦 這要怎麼修 我說你自己是修行的人 有修辭的人 這怎麼辦 你就是要去跟人家老婆認錯 然後 他就 那時候正在掙扎的時候 然後也是懺悔 地上王菩薩那邊懺悔 他自己有修辭 他說 是不是我之前做錯了什麼事情 結果他說 不是 是因為 是因為 這個師姐他們的情侶是 對 是這個男生 跟這個女生 就是他是這個女生跟這個男生 就是有那個 就等於是這個男的是女的 女的是男的 反過來 反過來 然後他是有夫之夫 也是有家庭的人 然後他有懷孕 然後這男的說不行 說不能生 這女的說不能生 然後就把他踹肚子一樣 就等於他 這一次打他 踢他肚子 是一樣的那種景象 在痛的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要讓你 你怎麼還帶我 你也是帶孩子做孫 你把我的小孩 把我們的小 結晶 愛的結晶踢掉了 我覺得讓你絕子絕生 世世代代 還這樣子煮這個 下這個命 然後那女的 就是流產之後 小孩子生了 夭折了 她自己本身也是大量出去 YES 所以就換成這一個師姐 這一次 她自己看到了這一幕之後 她說我傻了 我怎麼辦 然後那個老公也不知道怎麼 難怪夫妻結婚了 六十年 那這個姐要怎麼擠 那為什麼 我都不知道他們 他們也沒有告訴我這個原因 然後是那個小朋友告訴我的 就是好像是 那個放電影給我們看 給我看他們中間這種 這種愛恨 這種是什麼原因的 是那個小朋友 讓我知道的 所以他說他都沒幫我處理 我現在已經很大了 那小孩子說我已經很大了 我就一直在排旋 這很忙 這三個人中間 我就一直這樣子 他因為我不知道要找誰 變成無主就對了 然後我不知道要找誰 然後現在他們又加上了 我想說他會把我洗下來 結果也是沒有 結果也是沒有 然後又沾下去了 又沒有 那師姐怎麼辦 去地上廣場那邊 然後看怎麼樣 把這個小朋友安置好 然後自己再去跟菩薩懺悔 然後講一講 做一做之後 他又去把他們摸開 他說即使前世我也對不起你們 或是你們也對不起我 我把這個念收回來 你們也不要 我也不會再傷害你們 對 你們我希望 我現在盡量走這個修行路 就是讓你們 回想給你們有小孩 好 那我們各自分開了 不要再來修了 就到這一次就好 對 她老公那時候突然醒了 自己也嚇到 我哪有可能 躲了十幾歲 有病 這個事情處理完了很玄 那個小孩子 我到那個師姐那個地方去 還沒進門 有一個小孩子 就跪在那個門口 跪在門口 然後看到我下溪溪的 然後跟我 謝謝 跟我點頭 我那時候心中才說 真的這件事情有圓滿解決 聽得剛剛這個案例 我相信觀眾朋友 跟我有同樣的疑問 就是你前世受的詛咒 除了精神受以外 我們真的都沒有別的方法 可以去化解嗎 我都解決 對 你只要有 就跟我們的車禍一樣 你對方沒有死的話 都很好談 錢就可以解決 對 錢就很好解決 你只要一死的時候 你就包括一個刑事責任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見雪光 沒有死的話 就是明事責任 那跟我們陽世間 跟我們陰間 跟我們天上的都是一樣的 教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不用去透過老師 比較輕微的方法 你可以在每個月的十五 每個月十五 還是這個二月十五 三月十五 十五號 你準備十二顆的紅蛋 然後再十二朵的這個蓮花 往生的蓮花 折起來往生的蓮花座 再來是十二朵的玉蘭花 那還有十二塊的千塊 千塊我們台語就是 鹽嘛 鹽嘛 那你就是 整個東西你求好之後 你到你的地方觀 你所謂的地方觀 就是你當地的 比較大一點的土地公廟 還是說媽祖廟 你去那邊求他 那求就是我 我願意放棄我之前的恩恩怨怨 上輩子再上上輩子 幾次的恩恩怨怨 那我願意放下 我願意割捨 那我現在從現在開始 我要開始做功德 回向 整個 整個 然後你求這個雷聲土化天尊 雷聲波化天尊 然後幫你化解在天界 跟人界的一些淵源 這些恩怨幫你化解 那地界呢 我們就是要求誰 求這個地上王菩薩 是 幫你化解 那這個化解的過程當中 你要寫一份 就是地令英文 俗稱為地地文 地文 那如果我們寫給 自己寫嗎 你要透過這個 就是說專業的人士幫你寫一下 那裡面就是 充滿了倡迴的意思 那如果你是說 你要寫給天上的 就是所謂的壽文 那整個把它分開 你在這個當地的地方觀 把它倡迴的時候 整個靈域比較小的 不要帶有雪光了 你就非常容易 去把它解決掉 因為我們的靈域大師 要教我們一個 招好姻緣的秘法 是的 在你的臥房 一個房間有四個角落 你一進臥房 右前方的那個角 你掛一盆粉紅色的蘭花 粉紅色的蘭花 粉紅色的蘭花 粉紅色蘭花 所以你要找到那個婚姻對象 一定找好的君子 你不要掛桃花 桃花就是 你會走桃花運 桃花劫 桃花劫 桃花煞 真的蘭花比假的好 如果假的可以亂真 比真的好 假的可以亂真 比真的好 假的可以亂真 就是大家走路摸一摸 就是真的假的 看不出來 那種可以亂真的 比真的還好 希望婚姻好的話 對 希望太太熱情 已經結婚了 太太熱情一點 不要跑給我追 這對我很重要 大師 那你給他用那個火鶴 熱情如何 假的你已經結婚了 對 你把你的房間 用粉紅色的顏色做 布置 主調 好像你床單是粉紅色 壁紙是粉紅色 那我們今天來收看節目 有這麼多的青年男女 然後希望說 還在這種情海浮沉當中 也希望你們能夠找到 好的方向 快樂迎接未來的明天 好 祝福大家 那希望大家呢 同一時間呢 繼續收看我們的 開運見面談 拜拜